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把他招家里来呢 我采访你啊 你是怎么想的 你别弄坏啊 你知道吗 海伯 我一见着他 我这后几两股我就冒汗了 他这是干什么呀 又耍什么花样呢这是 我说你能不能别 那么小住机场呢 人家散自落难了 找到我了 那我肯定会义不容辞啊 落难了 老天有眼啊 他也有今天啊 你说什么呢 那你怎么一点东西心都没有啊 他同情过你吗 他同情过你吗 我跟你说 海哥 你这就是走火入魔鬼迷心窍吧 他呀 虽然比那凤姐啊 好看那么一大点儿 但是我看 除了这一点 哪儿都比不上凤琳呢 你没事 你提什么林玉凤啊 有关系吗 我提凤琳感到不止了 海哥 海哥 这回我必须严肃认真地跟你讲一下 虽然 它是一块 倒嘴边的大哈肥肉 但是 有一句话你别挖了 上门的不是那儿 就这种女人 你看 你看 就这种女人 你要是摘上她 这位子你就挖了 什么你就肉肉肉的 海哥我最瞧不起你这一点 贾正姐 你说 这孤男瓜你都注意起来 你还让我说 说什么说呀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她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晚上她睡这儿 我睡外的 我们俩是一丁半点儿的关系 都没有 我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 浮危济困 那你就是有病 说出去谁信 你还信不信 不信 你起来 刚洗干净的 怎么 怎么的 这以前都 都是我洗的 这不错就不错 那 那我睡降丽吧 你别呆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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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还不能呆了呢 我爸还能够 带走我的哀愁 就像带走那条河流 你就不可情有吧 好几朋友 好几条 好几条 你失之为已可想 你已不再留恋 就让她随风飘远 你都开心 你永远 直到那儿 你永远 好 你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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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好 你永远 要多拒掉 我去干净 你永远 你永远 尽快 你永远 又永远 你永远 我永远 你永远 妈 我知道这件事 让你跟我爸心里特别不痛快 可能有什么好痛快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才会得过来的 妈妈 还是你爸那句话说得对 你和天蓝呢 都真的长成大人了 只要你们高高兴兴的 我们还有什么不白喜的 郑叶他们家条件是很好 可是我一想起 比他们原来唱的那出啊 现在我这心里啊 更踏实了 只要你们好好地过日子 其他的都不重要 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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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丘叔ования 男 Lazarspell良 Ada什么事儿啊 你姐现在在我那呢 她现在还好吧 至少现在也挺好 她想一个人冷静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你姐吃了多少苦吗 你知道你姐受了多大委屈吗 就是为了让你这个弟弟 能过得幸福快乐 能抬起头来做人 所有的苦和累 她一个人顶着 她一个女人 努力地为你这个家 撑起一片天 为你遮风挡雨 她再强 她再好胜 她终究是个女人 是个需要男人呵护的女人 你怎么让她一个女人 撑起这家家 这个家呢 去这老爷 我知道错了 你要是男人 就帮你姐把这天撑起来 让你姐在我那儿再待 待 待两天吧 不错了 别说是我告诉你 好像我哄她走 她能忍耗起来吗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的是八月份的投放排气 你给我的是什么 这就是八月份的呀 我要的是今年八月份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 前年 前年八月份的知道吗 都长毛了 你看不出来吗 这两天是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脑残长度马上就赶上丁爽爽了 林大俠啊 你给我坐那儿 马上帮你找 郑宜 你绝什么屁 我都知道你拉什么屎 林老师跟我说 是不因为江天兰 不是江天兰 是江天晴 嗯 知道你可说 知道你可说 我告诉你 男人三打击 入错行 上错床 娶错媳妇全白忙 你要再这么下去 你这辈子算是交代了 你在卖忙 不是 领导 公司的条令里 除了防止上司骚扰之外 也没有不让挑剥夫妻关系 这人条件啊 爽爽刀呢 这儿 八月份的排期 请公布领导 嗯 如此不可救 进来 这是八月份的投放排期 我跟老孙头都看过了 就差您过目了 你们都看过了 我就不用看了 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看不看真无所谓 我主要就是来看你 那个 刚才雨哥也给我打电话了 主要意思呢 就是明天的郊游 他还是想去 我就私自做出 没经您同意 把这事给应下来了 你放心啊 所有明天要用的 吃喝玩乐的东西 我今天晚上都准备好 不用你操心 保证你们会有一个 完美的假期 太麻烦了 不麻烦 这些事我都交得给我妈办了 太辛苦 阿姨了 瞧你这话是 我的 我妈做人的宗旨 就是不被需要 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时不常的 就得给她一些 展示存在感的机会 那就谢谢阿姨了 谢谢 哎 别回家 你 真棒的孩子 整天上班不好好工作 那交涉到根子 不听我都知道 肯定是说咱俩这关系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说八卦无聊 我 林秋 要不 我终着跟他们宣布一下吧 宣布什么 宣 宣布咱俩是光明正大的 男女朋友关系啊 林秋 我爱你 很爱 你也一定是我刘战鹏 未来的妻子 算了吧 算了吧 酒不 别说了 行 这个 大家伙都把手上活停一下 过来 过来 我有事要宣布 你宣布什么 我就宣布 刚才跟你 顺其自然吧 那不行 那省了他们风言风语的 我知道你今天是怎么想的 就行了 那就好 刘主任 你要宣布什么呀 还宣布 那个 我跟杜主编 是 后天发奖金 请大家吃核心料理 是 你确定 你确定 简在里边吗 七九老爷亲口说的 应该没做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去呀 干嘛呀 干嘛呀 不是 你们就这么冲进去 会不会把七九老爷给卖了 是有经测怀疾 这个时候 牺牲一些人的个人利益 再总难免 再说了 七九老爷也是为你解好 才告诉你的 不会怪你 走 要干嘛 不是 你怎么这么烦呢 主要是我还没想好 怎么劝我姐回去 这有什么可想的 认错认错再认错 然后就痛哭流涕 行吗 当然行啊 再不行了 我陪你一块儿哭 走 怎么办呢 这 这不是咱家吗 是啊 早知道咱就在家等过就得了吗 我估计啊 我估计啊 他是打算冲我们不在家 回来拿东西来了 看来这是要跟我打持久债的意思 我估计啊 我估计啊 至少 我估计啊 不要 照顾 好 姐 姐姐 我知道你回来了 姐 我一直站在门口 没有勇气进去面对你 这几天发生的事 真的让我没有脸见你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见不到你的日子 所以我不能再让你走了 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保护我 照顾我 给我最好的生活 我所有最美好的时光 几乎都有你的付出和心血 小的时候 咱们家里穷没有钱 好不容易有一年有了好的收成 跌在大年三十赶集回来的路上 给咱们带了两颗糖 作为新年礼物 你只是轻轻舔了一口属于你的那颗 硬是塞给我 说你不爱吃 当时我虽然小 可是我深深地记得 你递给我糖的时候 没准我死的眼神 后来 我考上了大学 你不想让我背着特婚生的称号 想让我过上城市舒适的生活 你一个人打三分构 回到家里 你亲自给我做饭 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一字你的手 比同龄女孩的手 粗糙了许多 可是在我心里 那是最美丽的一双手 这么多年 我一直理所当然地享用着你的保护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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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理所 现在天晴就在我的旁边 我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姑娘 那天雨再大 我也用我的行动 去挽回了珍惜她的权利 此时此刻 我更要挽回她 是你 我最亲爱的姐姐 姐 我想跟你说说对不起 原谅我好吗 姐 我好吗 姐姐错了 你骂得对 我应该才真的去面对舒服 姐姐对不起你 龙姐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谎 对不起姐 我们以后都不要说对不起你 男子很大丈夫 我不许再哭啊 我不许再哭啊 天晴 姐 对不起你 没有 你是个好女孩 姐 姐 天晴 你们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 亲人和爱人 是你们 让我变成了真正的男人 让我成家立业 你放心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我不会再让你们哭 不会再让你们吃苦 相信我 莫莉 好不好听啊 特别好听 小霸 你的手真巧 那是 小霸是谁啊 那片柜子里的玩具 都是小霸亲手做的 你就别吹牛了 莫莉写作业呢 别影响人家 妈妈 我已经做完了 写完了自己检查一下 莫莉 小霸帮你检查 莫莉 一会儿检查完了 咱们玩点什么呢 检查 莫莉 莫莉 别闹了 检查完作业 给我收拾东西怎么回家啊 回家干吗 回家睡觉啊 姜天兰 你有点人性好不好 明天是周末 莫莉好不容易休息 帮她玩会儿怎么了 莫莉 别听你妈的 咱一会儿玩插抱 就你 天天宠坏孩子 我是莫莉的小霸 我不宠她 我宠谁啊 三八二七 三八二七 对了 三八二七 你怎么不说三八二一呢 你妈真聪明 你上去吗 爸妈都睡了 也不上去了 爸妈都睡了 你让我上去了 天晴啊 我 终于说对不起 也不许说谢谢 天晴啊 我现在 就想赶紧把你接回家 跟你开开心心地好好过日子 这一天发生太多事了 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身边 你放心 我一直都在 你自己走 在哪儿呢 我自己走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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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儿呢 非常好 为了奖励茉莉 功课做得漂亮 小爸决定 给我玩招式 那是什么啊 小爸决定明天带你去个地方 那里有山 有水 有新鲜的空气 有明媚的阳光 还有小爸最尊敬的老师 真的吗 你想干吗 好了 去洗手吧 一会儿吃饺子喽 谁跟你说你能带莫莉去了 莫莉明天还要去她奶奶家呢 你少来 明天她奶奶家那么多人 莫莉去做什么热闹 你怎么知道她奶奶家人多的 再说你想带莫莉去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我不正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想一处是一处 家庭院同学 跟你少聊个事吗 不行 所以没好事 明天去见楚老师的时候 我就跟楚老师说 你是我的女朋友朋友 你神经病啊 你快就要开大了啊 我没开玩笑 楚老师一直跟我说 把你的女朋友带回来吧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带去过 她得多伤心啊 那你也不能带我呀 我是你们家保姆 我看着也不像啊 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这个忙你帮不帮吧 不帮 实话跟你说 我已经在电话里 跟楚老师说过了 你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你是现在这个态度的话 那我明天只能跟楚老师说 咱俩刚刚分手 楚老师年纪那么大 心脑血管不好 心肝脾肺肾肾 都有问题 可怜 太可怜了 那我也不能 帮着你说谎啊 这是善逸的谎言 你想 楚老师那么喜欢你 他要是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 那他得多么开心 心情有多么的舒畅 你怎么能拒绝呢 你说你啊 你小伙长挺帅 没人喜欢 好 真是美艾 就这么定吧 楚老师多年的心愿 终于可以了了 姜天兰 你是个好人 我替楚老师感谢你 谢谢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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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电话 喂 郭院长 你帮我剪子了吗 你好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我明天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老师去世了呢 是老师去世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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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我们 向东 我走了 初老师 抱住身体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老师 生前交代过我 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 就把这个交给你 小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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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 你这是干什么呢 翻得乱七八糟的 找什么呢 不是 我有一小帐篷 你看见没有 帐篷 没看见 那帐篷你不是好多年 都没用过了吗 是啊 我 储藏室是哪儿哪儿我都找过了 哪儿去了呢 找着我应该下班是买一个 买什么呀 好好找找 自己家的东西还能长腿跑了 找不到东西就买一买 你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不是 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江天蓝收的 我哪知道搁哪儿的 江天蓝收的 那你换一个老婆 家里东西就得换一遍 等 等 等 我 等 等 我 等 等 对了 我告诉你 我做了点心啊 两份 一会儿你给茉莉送一份去 什么郊游不带我大孙女去 琢磨能吃的也没她的份吧 我这事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不是不带茉莉去 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我要真带她去了 我肯定成猪八戒照镜子 你就说这孩子她怎么这么拧巴呀 跟她那个妈江天蓝一个样 要我早就说过 这孩子就不能跟着她妈过 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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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心 你等会儿给送去 要不然我就亲自去送 我还是我送 还是我送 走之 走之 早安 车上 怎么办 你怎么办 要给他送去 杉莉 他 还敢挂我电话了你 你胆肥了 茉莉睡了 想冬这孩子 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 真正的事都憋在心里 你这次陪他来真好 好好安慰安慰他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院长说 脑医学来得很突然 初老师走的时候 没有很痛苦 找到我 在初老师儿子的遗物里放现了一个霸银河 是他儿子亲手做的 给初老师的生日礼物 这个白云和我做了一个月 还没来得及给他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你别送我们了 里面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安排 初老师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简简单单更符合他的心意 没什么我可以做的 没事 我是医生 生死早会看待了 走吧 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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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样 我已经照那几张照片走了 不见了 行 你照着 你没走啊 那桥上挡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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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